好,我们准备开始了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 叫兴趣课吧 我觉得我要讲一下这个 Checkpoint的R80的快速入门 应该说可能大家 如果关注我的话 可能听过我以前的 我记得我讲过R50时代的 R60时代的 然后最新在这个 51CTO上卖的 应该是R77的 那有时候50时代 60时代 70时代 其实我都讲过 然后呢 现在Checkpoint进入了 它的R80时代 然后呢 今天呢 我给大家 对这种Checkpoint感兴趣的 朋友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 简单的R80的快速入门 看看R80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 应该说呢 界面会做的更 酷炫一些 然后呢 也有一些 特别是在这个界面变化了 所以说就会造成配置的 的位置 可能就不太好找 OK 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因为界面变化确实有点大 特别是我发现 我第一次接触R80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东西 我都找不到了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相应的界面 好 那么今天就是Checkpoint的 应该是R80的快速入门 了解一下这个R80这个产品 好 我们来 今天呢 一共有四个部分 然后呢 就是这个Checkpoint公司的简介 然后呢 第二部分 就是关键技术特点介绍 就是Checkpoint的防火墙 跟很多防火墙 其实都不太一样 它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 虽然说它一直被 抄袭 但是呢 从来未被超越过 因为一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斯科的那款 Firepower防火墙 在很多关键技术架构上 其实跟Checkpoint的防火墙 非常非常像 OK 所以说呢 我记得我在讲 斯科防火墙的时候 总是在说 其实这个玩儿吧 跟那个Checkpoint的防火墙 特别特别像 整个架构完全的一模一样的 可能很多人没有这种感觉 今天呢 我们来讲讲Checkpoint的 如果说呢 应该是这个月月底 我还要再讲 斯科的那个Firepower防火墙 那么你可以再比较比较 那真的在整体架构上面 特别特别像 架构上面像 但是土星华界面 其实斯科的界面 比这个Checkpoint的界面 还是差距很大的 所以说我在推今天 我的这个课的时候 我也说过 首先Checkpoint是防火墙的 龙头老大 然后呢 我也觉得它是最 美的一款防火墙 最漂亮的 最美的一款防火墙 因为它确实是在界面上 做得非常漂亮 OK 好 而且呢 我顺便在讲切换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我自己总结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防火墙吧 有三种类型的厂商在做 三种类型的厂商在做 第一大类厂商呢 我觉得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网络 网络厂商 做防火墙 第一大类 就是做防火墙 做防火墙呢 因为防火墙是网络安全吧 有了网络才会有网络安全吧 有了网络才可能有网络防火墙吧 所以说呢 网络厂商做防火墙 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类 当然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重要的 网络厂商 思科 比如华为 比如说juniper 这些就是一大类 这是其中做防火墙的一大类 就是他们都是以 网络起家 就是说思科以前难道有防火墙吗 没有啊 思科最开始不是只有露出器吗 啊 juniper 不是也只有露出器吗 呃 然后后来呢 哎 觉得网络的发展 让我们确实需要防火墙了 所以说呢 这些网络厂商呢 就开始做防火墙 那么我觉得 这是一大类 网络厂商的防火墙呢 有一个特点 就他们的 路由啊 交换啊 这一块跟网络相关的东西 做的还是比较强大的 啊 这这块他们确实是他们的强项 呃 呃 但是呢 他们的 我认为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缺点就是 呃 我的说法的缺点啊 就是 嗯 关注安全不够 呃 不太关注 安全 就他们的产品一般来说 就是 更贴近于 路由交换 可能就是在那种路由器和交换机之上 来加了一层呃 呃就是啊 状态监控 包括率啊 然后做一些基本的控制 他们的这个产品一般来说 不如特别贴合安全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 在路由交换的技术上 增加了一个壳 然后做了一些基本的防控制啊 之类的这种东西啊 别人做啥 反正他就做啥 OK 基本上 就是这样的 呃 他们的路由交换能力比较强 路由交换 比较强 呃 吞吐量比较强 吞吐量比较强 然后呢 还有一个缺点 一般来说 我觉得他们的图形化界面做的比较烂 就是完全就是 你有时候做一个做一个实验 你完全找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进行配置啊 这是他的优缺点啊 我觉得优点就是 这个路由交换能力比较强 然后呢 吞吐量比较强 比较好啊 这是吞吐量比较大 然后呢 安全其实一般 他们的安全产品 安全相关的东西其实一般 呃 然后呢 图形化界面往往都做的不太杂地啊 图形化界面总是觉得找不到在哪 呃 这是一类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类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软件厂商 就是专门做软件的 就是做软件起家的 比如像切换的 切换的其实以前在做防火墙之前 就是一个软件厂商 最开始好像做什么财务软件的 就是专门是切换的 这种软件厂商 然后软件厂商呢 他最牛逼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图形化界面做的超级好 非常美啊 我经常都都说叫美了啊 在图形化界面做的非常的美 嗯 我有时候觉得啊 就是不是说那个图片做的好看 你的图形化界面就说好 那你会发现其实 嗯 当时洛基亚手机 为什么比别的手机好用 他其实不是说洛基亚的这个图片 他这个这个美观 其实不是 主要是这个这个操作非常人性化 OK 就是人性化 这个这个这个很难用语言来解释 就是有发现 那个图形化界面是非常人性化的 操作是非常轻松和简单的 而不至于说 图形化界面烂就是说 当你配一个东西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 然后呢 就算找到它在哪儿了 而且你会发现 它会在你很多很多界面之间切换 然后才实现一个简单的功劳 这就叫做的烂 然后呢 切换的中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软件厂商 他们知道这个人的感受啊 知道这个图形化界面应该怎么做 上面这些网络厂商 基本上就是主要是以前做命令行呢 图形化界面做的比较漂亮 各种东西都做的特别漂亮 就是 就是完全跟这个 没有办法去比较的 好 但他们 然后呢 切换的软件厂商呢 它也是比较 安全关注的比较多的 比较 关注安全的 安全做的也算不错的 安全防控这一会儿也做的不错的 但它的往往的问题呢 就是稳定性 不太好 稳定性不太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吞吐量 吞吐量 性能 也就是性能吧 就是比较差一些 就是稳定性要差一些 吞吐量稍微差一些 性能稍微差一些 好 这是这个软件厂商 然后呢 还有一类 这是我最近新创的一种说法 就是黑客 黑客 黑客组织 这种设计的防火墙 其实斯科的这个 我上面说的是斯科正牌的 就是斯科的这个ASA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斯科最近收购的这个Firepower 斯科这个Firepower 那那那简直 它以前是专门做那种IPS的 来防御攻击的 然后呢他们的一个非常 非常牛逼的一些黑客团队 那他们做的这种防火墙 就是斯科的Firepower 我觉得斯科的这上是这方面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东西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安全是比较牛逼的 特别是安全工房那一块 还有病毒 病毒防护这一块 都非常的不错 这方面他做的安全防控 就是攻防 关于防黑客这一块 防攻击这一块 防威胁这一块 防病毒这一块 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OK 好 那么 它的主要问题就是 我认为它的图形化界面 是 就是最烂的 反正我见过这个 它的图形化界面做的最烂 就是感觉 如果说 这是 这是 这是100块钱的 这个特效的话 那这个可能是30块钱特效 我觉得这个 我估计也就5块钱特效 这是效果 我觉得图形化界面做的 超级不能接受 就是感觉 超级烂 但是功能 就是安全工房这一块 还有这些 关于黑客相关的一些特性上面 做的特别特别的好 就是工房 就是防黑客 防攻击 防病毒这块 他们做的非常的好 功能特别强 就是关于工房这一块 但是他们的这个图形化界面做的 实在是不敢跟我 确实是比较烂 然后呢 这个吞吐量啊 性能这边也属于一般 也不是说多好 因为其实现在 所以好不好 其实完全看 也是看这种CPU这种能力的 OK 我觉得这是几种归类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厂商 Plauto 我也不知道 Plauto应该归为类一类 所以说我没有把它归进来 反正我认为 几只防火墙 主要是这三个防火墙的厂商在做 网络厂商在做 软件厂商在做 一个是黑客组织 像Selfire Power他们做的 完全是黑客思想做的防火墙 OK 我们今天讲的呢 是这个 这个Tepot的防火墙 它是一个经典的 软件厂商做的防火墙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 它的图形化界面特别棒 它的日志做的特别棒 它的报告做的特别棒 它的安全关注是很高的 好 就是很贴合 其实这个 黑客组织在更关注攻防那一块 但是其实说什么叫关注安全呢 比如说移动多安全 或者说这种无线安全 或者说这种系统安全 反正就是说那种 或者云安全 这些 他们是更关注于安全的这种趋势的 安全的趋势的 OK 然后黑客这块呢 是更关注攻防那一块的 OK 好 所以说呢 切换的真是在安全 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安全的解决方案 然后图形化界面也做的非常非常棒 图形化界面和日志做的非常非常棒 它我认为主要的问题 还是性能稍微差一些 然后如果说你不是很在行的话 如果说你不能够做一些 更好的调优的话 它的吞吐量和性能确实要差一些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 这个三个方面的厂商做的防火墙 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归类方法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切换的防火墙 切换的防火墙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每一年呢 都会出这个Gartner的这个防火墙的这个象限图 象限图 如果大家第一次看到的话 简单说一下 这个象限图越往右呢 就是越有前瞻性 就是我们 就是技术很领先 很有前瞻性 然后呢 越往上呢 就是越有执行力 你要知道 就跟经常说 你要实现你的 你要成功 首先你要有梦想 你要有很好的梦想 就是我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呢 还要有把你这个梦想 变成现实的一种执行力 只有你梦想也很高 然后执行力也很好 然后才能够去做成一个事情 所以说呢 作为leader 那么当然既需要你的这个 前瞻性也要执行力 所以说右上角的这个区域 就是leader所在的区域 那么leader所在的区域呢 那么一般都有两个厂商 那么但是 切point的一直都是在这个位置的 那真的就一直都在这 就是从来没有不在那个位置过 但是另外一个角色呢 就不断的在切换 你看以前还有juniper还在过 就当时在收less green的时候 那段时间 juniper还在这个地方 因为less green确实是leader啊 好 就那么还在这个地方 后来呢 就就就已经到challenge了 好 然后呢 十十来年前 parloto出现 下一代防火墙的领导者 好 所以说呢 这几年就一直都是这个chapone parloto在这个防火墙的领导者 向线的里面 OK 好 所以chapone是一职的领导者 因为我经常说 他其实是这个防火墙的创造者 防火墙的发明者 parloto呢 是下一代防火墙的发明者 当然我们上次课 其实也说过这个问题了 下一代防火墙 跟普通防火墙有什么区别 好 你看 这是2013年的 OK 好 就是说这个chapone呢 真的是老牌防火墙的厂商 就是这么多年 就从来没有跌出过领导者向线 就一直都在领导者向线里面 O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17年 都是这个Gartner Gartner估计也就 也就只有这么178年 就是只要只有Gartner 只要有这个防火墙 这个向线的时候 其实他就一直应该都在这个leader里面 然后呢 他特别关注 关注安全 怎么 什么叫关注安全 我再说一下 其实跟关注那种工房 关注黑客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个无线出来的时候 无线安全 比如说移动端出来 移动端安全 比如说云出来的时候 云安全 比如说这个 工控 工控安全 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它是非常的 非常的关注安全性 OK 好 而且呢 你可以看一下 财富100强全覆盖 然后财富500强 99%覆盖 现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当年这么流鼻了 因为我我差不多十年前也在讲切破呢 就是当年基本上就是全球500强 基本上全部都用 但是基本上也是全部都用他的这个防火墙 而且当年的美国政府 我记得还有美国军方应该都在用他们的切碰的防火墙 现在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情况了 反正当年他最流鼻的时候就是所有500强 然后美国政府美国军方全是切碰的防火墙 那是最流鼻的时候 最近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什么情况了 我搞不太懂了 好 这是他的一个辉煌的历史 而且你看一下他的这个25年的历程 25年前 那么切破你的发明了防火墙 也就是说那在他 在他没有发明防火墙之前 当然就没有防火墙这个说法了 然后呢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不变迁 不断的有这种安全威胁 然后他不断的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有防火墙 我发明了15年 这个15年前 那么反病毒 然后VPN IPS被牵入到防火墙里面 10年前UO过了以后 UTM牵到里面去 5年前就是下一代防火墙 移动安全等等 就是不断的这个时代的安全在变化 他不断的去匹配这个变化 然后不断的出台他的相应的产品 这就是Templein的防火墙 也不能叫Templein的防火墙 其实Templein能够出 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就是安全的 各方各面的安全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但他最重要的是他的防火墙 他防火墙是所有技术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好 然后呢 这就是他的各种各样的荣誉了 这个荣誉我也不多说了 但我再提一下什么叫防火墙 这怎么叫做 他发明了防火墙 防火墙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要说一下 传统防火墙是个什么东西 传统防火墙 其实就是状态监控包固率 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所有防火墙都这样的 就是在这防火墙 然后当你流量穿越我们的防火墙的时候 我们维护一个状态化信息 比如说我们会记录原木IP地址 原木端口号 协议 这些状态化信息 然后记录状态化信息之后 这个绘画的后续的返回的包 还有后续的包 然后呢都不用再查任何安全策略 直接查状态化信息就可以被放过了 哎 这种技术 状态监控包固率技术就是防火墙的最本质的东西 他发明了状态监控包固率 所以说呢 那这是防火墙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叫做他发明了防火墙 OK 这就是状态监控包固率这个技术 是由切换的公司所发明的 他发明了之后才会有 真正意义上的 你能看到的防火墙技术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又来说一下 什么叫做状态监控包固率 就是说 有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吗 好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防火墙有很多种类型 其中有一种呢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防控制列表 防控制列表呢 叫做无 无状态包固率技术 这个东西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一个静态的策略 然后呢 如果说你包来了 每一个包都要查这个策略 然后这个策略放过了 你就过了 干掉你就挂了 OK 就是防控制列表 其实各个网络厂商的 路由器上都会有这么样的技术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公司的网络 特别复杂的话 用防控制列表就特别不方便了 比如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假设呢 我们这有 五个接口 然后呢 有五个 五个区域啊 咱们还不能说是网络 因为可能这个区有N多N多网络 这个区域也N多N多网络 这个区域也N多N多网络 每个区域都会有很多的网络 如果说呢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 你要做一个安全控制 如果说呢 你还用这个防控制列表技术的话 你用防控制列表技术再去写列表 比如说每个接口入方向 有写个列表 这是非常有技术难度的 为什么有技术难度呢 你来想想 首先你第一个你要考虑的 就是源自于这个区域 出去的流量 你要考虑说 我们这个区域要访问什么区域 这个流量要放过 这是你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好 这其实就不少了啊 然后紧接着呢 你还需要考虑什么呢 其他区域来访问你这个区域 返回流量 这是第二个你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了 啊 因为一般人嘛 都是正向思维 就是我们去要访问什么 我放我放 然后呢 但是哎 其实还有别的人来访问 你们去要访回包 这个这个反向思维 力量思维 可能可能难度就会比较大了 OK 但是这种流量呢 因为无状态包裹率的 防控制列是需要放的 这个这个配置量也很大 然后呢 还有一个更倒霉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像动态应用 像FTP这样的动态应用 他还有那个语音的 语音那些RTP 那些 那些SIP 啊 不叫RTP啊 就是语音那些SIP 那些语音协议 他不仅有第一信道 而且会在第一信道里面 动态的协商 第二信道 第二信道的地址 可能都是动态的 他端口号有动态的 然后呢 你要怎么来放行 这些动态应用的流量 这是第三个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的 如果说你要把这三个问题都能够很好的处理的话 你要用无状态包裹率反控制料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实在是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 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呢 在接近三十年前 Tapone的提出了状态监控包裹率 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说 请注意啊 现在我们的所有防火墙 核心防火墙 都是状态监控包裹率的 有时候呢 你只用去放什么呢 你只用去放一号流量 就这个流量 你要认真放过 就是死发流量 有这个区域的死发出去的 初始化的第一信道的流量 你要放过 然后呢 放过了之后呢 就维护了状态化信息 返回的数据像二 不管 自动会被放过 会查状到信息 自动会被放过 然后呢 由于它是状态监控包裹率 它是应用识别的 它了解你的应用 它了解你的应用的行为 它了解FTP 了解SIP 它们会建立第二信道 那么它会 了解你这个协议 识别你这个协议 然后动态的帮你放行 后续的绘画 OK 那这样 三这一种也不用放了 所以你只用放死发流量 那也知道 现在你能够在市面上买的防火墙 都是 虽然说它叫下一代防火墙 下一代防火墙跟牛逼啊 但是它们都是状态监控包裹率的 那么只要是状态监控包裹率防火墙 你只用放死发流量 返回不用管 动态不用管 你放死发就足够了 OK 所以说呢 这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简单呢 你看你只用放死发 这个很多人都会派 放返回 不知道 动态不清楚 但是死发 很多人都会派 OK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简单 很多人都可以很轻松的上手 而且呢 策略条目 当然必然就会少 策略条目少 那防火墙的性能自然会好 那这就是状态监控包裹率 这可是在30年前 由Chapon的率先提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是整个防火墙的灵魂技术 最重要的技术 所以说呢 他说30年前 他发明了防火墙 这个说法一点都没有错 他是防火墙的创造者 也是自创造了之后 就一直在领导 领导着这个防火墙的发展 OK 虽然说后来有不断的 有挑战的人 但是其实他一直在 Leader的一个位置 很多年 当大哥认了很多年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场